Albi深夜擅似天才冲冲冲连曾国城都超错,惊传跟李玉芬师妹有关逼不得已才离开。 台湾女星Albi刘盈,从《我爱黑色》会出道后,因为火辣的身材和甜美声音,获得很多粉丝的支持,她四年来跟在徐乃琳和曾国城身边,担任天才冲冲冲的助理主持,机智的反应也广受好评,日前却传出无预警退出主持群, 连曾国城都相当错愕。 Albi跟在徐乃琳和曾国城身边多年,从一开始默默不敢接话的小妹妹,蜕变成越来越有主持风范的助理主持,可爱又逗曲的风格让很多观众都很喜欢,曾国城也认为她跟另一个搭档,张文琪互动非常好, 一个傻,一个聪明,又有节目效果又很好看,输了她却。 其实近期Albi几乎没有现身天才冲冲冲的录影,本月九日更由小嫌开始代班,昨天,二时,又换成曹雅文主持,让外界内部不和的传闻甚嚣沉上,就在今天,她本人在脸书亲口证实了。 Albi 日前在脸书发文,正是离开主持团队的传言,她说,我会很想念你们,事实上我早已开始想念你们了。 更感谢一路上两位大哥的提携照顾,也谢谢张文琪,有奶这样一个可爱的搭档真好,事实上,她会离开全都是公司的决定。 Albi 临时退出的决定,也让曾国成相当错愕,据联合报报道,她说那天录影的时候,大家都不知道,结果收工的时候,她突然跟大家告别,老实说,我非常错愕,听说,应该是经济约没续造成的。 据东森新闻报道,Albi 去年中改签经纪公司后,公司对她的未来有很多想法,不排除转战唱片或戏剧,和天才冲冲冲制作人讨论过后,双方决定这是对大家都好的选择,也祝福对方发展得好,她这四年来在节目中积蓄了很多的能量,未来也不可限量。 不过就在刚刚,经纪人出面替Albi 喊原她不是自愿庆辞,而是为制作单位告知。 主要是因为Albi 过去一直是百事的母人,去年解约后改签多利安经纪公司,一夜变成李玉芬的师妹,也因此丢了四年的主持榜,让她在家哭了好几天。 消息传出后,让很多网友相当惋惜,留言,没有男我对天才冲冲冲的期待都下降了。 不管怎样的决定,我都支持男我,希望离开之后,可以有更好的发展。 也太突然了,拜托不要走。 希望未来可以很快的,看到Albi 的新作品哦。 可爱又有朝气的女孩,加油加油。 参考来源 参考 realm 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